Jelly哥你好,我是新主播丸子 这个呢是您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购买的这一个红糖的一个佛工牌子 现在呢就由我给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打磨 好,来 像我们这种呢一般呢都是从这个 最初的这个砂石开始 就是最初的就是这一种,就是280的一个砂石,280目的 砂石来擦这个第一个 作为第一个步骤啊 就是擦我们这些地方还有这种 就是说一些这种给它打拼 就是把它的底打好 还有这一种小边边 因为这是一个电脑雕的嘛 电脑雕它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精细的 所以这个佛工本身呢就不需要用到这个280目的这个砂石 好 我们打磨的时候有的时候像它这种边如果没有擦好的话 我们打磨砂石油的时候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矫正去给它擦好的 这边呢是我们还没有打磨的一个效果 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雕刻工具扫过的痕迹 这种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第一遍擦好的一个效果 你看到吗 好 这边 就很大的明显对不对 就都把那个工具痕迹都已经给它磨平了 擦平了 第二遍呢 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把第一遍的丝给擦掉 然后第二遍就是擦掉这些丝 让这些丝第一遍的粗丝变得更细腻 然后 第一遍的丝就都很粗 因为它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底给擦平 就是工具扫过的痕迹都给它处理掉 现在呢 我就把这一包没有擦的给它完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第二遍会是什么一个效果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打磨要用到的这个工具 就是砂石 这个呢 是第一遍 这是一个280目的砂石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二遍 第二遍是六 嗯 这条有可能是五百的 这个 哦 这个是五百的 这个是六百的 然后我手上的这个 这个颜色比较白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遍 就是这个1000目 就是给它提高那个亮度的 一个砂石工具啊 现在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第一遍 280目的优势来进行一个打磨 这是第一遍哈 好 现在就来佛宫的第二遍打磨 我们中午白天的时候就有说打磨 这种地方 这种 还有这个佛光 这里 这个底部 这种地方 如果说力道控制不好的话 是很容易就给塌下去的 就很容易把它给擦塌了 还有这种衣纹 衣纹这里就需要我们把这个砂石给磨薄 磨得很薄很薄 贴边擦才能说擦到它的脚脚落落 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说 这种边角擦不到 这种边角就很容易说没有擦到 然后它的线条如果说没有擦到的话 它看起来就会很不和谐 而且我有的时候也是非常不喜欢 那种线条不和谐 不顺畅的感觉 等一下 再来 先擦这 这种是一定要磨薄贴边擦 才能出效果 现在就来擦我们这个佛宫的第二遍 像这种地方呢 是非常容易说给擦塌的 所以擦这种地方就要格外的小心 力道都是要控制好 不然的话它就很容易说打不平 还有崎岖边边角角打不到 我们擦的时候这个纱石就要给它磨平 贴边擦才能擦出好效果 现在就是第二遍已经是打好了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得出它这个料子的油性是非常好的 现在就来最后一遍的一清 第三遍我们只要稍微的过一下就好 因为第二遍打得比较细 所以第三遍只要稍微的过一下 把它那个第二遍的丝再给它压下去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外面的配料 就是这一点的生意 太干了 之这一哭的红色 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它们已经是他们的 里面是填里面给它 后面的面是整理 从来还是一个地方 这里是大器 是的 Operating